看到运动赛事 全中运的射箭赛将在4月15号开赛 玉里镇上早就已经涌入了人潮 来自各县市的选手都在前一天来到玉里 玉里镇长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暂不开放关赛 不过还是会提高警觉 选手教练必须量测体温 酒精消毒食明治 也呼吁关赛时保持社交距离 共同落实防疫 全中运射箭将在4月15号开赛 玉里镇上早就已经涌出人潮 来自各县市的选手们都前一天来到玉里镇 而镇长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将不开放关赛 比赛目前是采取一个闭门式的 不开放的一个给观众来参观 所以我这边呼吁 一般民众不要前往会场来参观 尤其像夜间如果有我们李正平在运动的话 像这几天15号到20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时间点 可以选择其他的適当的运动的场所 避免前往这一个比赛的会场 为了确保全中运可以安全举行 所有的选手工作人员都必须完成两剂疫苗施打 没有施打的必须检步48小时内快筛阴性诊明 所有的那个民众也不用惊慌 相关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和工作的话 我们的疫力真公所会全力的来做 会把它做的完整 公所强调 赛事期间各场管加强人流管制 所有人员都采实名制 必须凭大会配发证件才能入场 相关活动将参着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来调整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 采访报道